蘋果的財報也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因為明天早上我們一睜開眼睛 就知道蘋果財報了 所以蔡總 蘋果的財報在今天晚上所公布出來 應該說台北時間是凌晨 公布出來的數字會關係到明天這個盤 能不能繼續反彈 對 雖然不會像過去一顆蘋果就台股 但至少能穩定蘋蓋三網 台積電 紅海 大力光 但一般認為分析是認為正面的 有幾個理由 第一個 其實在過去五個季度 這個蘋果的營收 它是呈現的年減 但上一季的話 應該會恢復成長 那恢復成長的關鍵就是 占整個蘋果營收 50%的iPhone銷售 我們看一下 在上一季 這個衰退了是10.5% 然後這個財報出來的話 這一季是會衰退2.2% 所以衰退是衰退 但是我弧度在減少 但是蘋果有其他的業務 比如說蘋果的Apple Store 還有它一些服務 那個是會成長的 那還有就中國市場 雖然我們講過 這個在第二季 這個蘋果被踢出來 在中國智慧手機的前五名排在第六 但是它本身 它的衰退幅度也在縮小 第一季的時候 它衰退6.6% 第二季衰退到3.1% 縮減了一半 所以第一個理由 引受iPhone的銷售 會好轉 那第二個 我們從旁邊 我們看蘋果供應鏈 第一個我們看高通 高通做蘋果什麼 那個5G 那個數G的晶片 它是一個重要供應鏈 我們看裡面 那個具體的數字 我就不講 就反正 高通上一季的財報 跟本季的財測 都擊敗了這個市場的一起 但是因為它在昨天 正規交易已經漲了8% 本來盤後 這個財報出來 咕噪7% 7%以後 這漲太多了 咕噪下來 跌了1% 但是至少 高通比蓮花科來講 整體的財報產生 好像好一點 為什麼 它多了蘋果的概念 多了蘋果概念 另外一個是Meta Meta就跟蘋果合作 那個大型語言的一個模型 Meta的財報真的好 尤其它這個本季的財測 也是超越了疫情 這個盤後 這個漲了6% 所以現在美國這個電子盤 盤後不錯 基本上都是Meta帶動的 還有一個大家最關注的 就蘋果那個Apple Intelligence 那個AI的功能怎麼樣 在這一次的蘋果到底能不能 大家都有 而且是不是功能真的很好 這個它有一個測試的版本 iOS 18.1的Beta版本 這個Beta版本不是給消費者 給它那個軟體的開發商 還沒有出來 來 來測試一下 現在媒體的說 這些軟體的軟體商 測試了以後 說Apple Intelligence 普遍很好 就不會 開拍手 一共整體的表現 超越了OpenAI GPT貨 GPT貨那個 幾個功能 我簡單講一下 Siri Siri開始升級 你只要拿這個 假設iPhone 講一下Siri 旁邊螢幕全部發光 都那個 但是他有沒有變聰明才是完全 你每次問他 你每次問他都說 我不知道你的問題是什麼 現在 每次都不給答案 Siri升級在哪裡 上下文的感知的消息的回悟 就是說你問上面 他會打下面 答得很流利 不要我急著想 聽說這個iPhone 這個AI的功能 已經出來了 可以用到舊的iPhone15嗎 比如說你是問這樣 是是是 Siri回答說可以啊 iPhone15 那個Pro Max 那個最高級的 可以用AI 而且很好用 他對你的工作幫助很大 所以你問上 他會打下 他不會 文不對題 會打得很好 整個升級 另外一個 他那個什麼 AI的書寫功能 會出來 我覺得這很重要 比如說我現在在打字 我要撰寫這個文章 然後我把這一段 把它牽起來 我要用這一段 但是我想一想 不對啊 這還有東西 要給他修改 一修改了以後 他馬上 你在這個 寫這一段的時候 馬上就可以修改 修改 然後另外一個 深層式的圖片的搜尋 這個其實 那個Android系統 已經有了 也有 所以他用了大量的語言的參數 聽說有三十億個 所以一般來講 這個什麼AI的書寫功能 Writing Tools 這些都有 所以初步的測試 好像給予他 滿正面的評價 好 所以我們期待 明天蘋果的財報 會傳出好消息 會影響到明天台股的開盤 我們回來看各股 好不好 蘋概股 對 我覺得明天假如說 蘋果的財報符合疫情 AI有著弱了以後 一定不會說過度投機 一定大家看一看 乾脆我買本一筆比較穩 比較穩的 低本一筆的評概股 我們的評概股 起碼二三十檔 但是我挑了六檔 P1最低的 第一個大力光 十六倍 你看大力光今天很舒服 他一度翻黑 為什麼 去讓聯花哥被嚇到 說第三次不太好 意大利光有一部分也是跟聯花哥一樣 做大陸的手機 手機 聽到 但是你看一下 他尾盤拉上去了 想不想的 我還是對蘋果有信心 真正KY15倍 美率 大家不要忽悠 美率有14倍 只有14倍 紅海為什麼都還不錯 紅海今年可以賺超過一個股本 所以19倍 太多人關心這檔個股了 我們來看一下2317的紅海 因為在紅海收復200之後 市場給很大的掌聲 對 那當然這一段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比較反映AI 那現在是反映蘋果 那現在到這個地方 你看他季線碰了就彈起來 就老實講 比廣大那些的AI伺服器更強 那雖然今天有一點黑K 但是基本上 我覺得蘋果只要OK的話 基本上他還鬆 所以這些蘋概股的話 低本利筆都可以鎖定